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又到網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6月18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雷文王 大家好 澳洲真Bissi 你好,大家好,隨時真的好,早晨 我家餐生,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讚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按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來我們二台正向報三台沙律冷氣那裏 點讚、分享、訂閱 將齊江疫病經濟犯攬炒的訊息傳讓出去 好了,這一節就講一下華為 大家很關心的事件華為 那昨天就有一個消息出來 其實一兩天之前已經看到了 不過我自己也不敢肯定 在俄羅斯那裏傳出來 嘉欣說 俄羅斯那裏說我們收到封啊 美國想放生華為在這個制定5G網絡標準那裏 那我看一看 原本想說的是俄羅斯 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沒有什麼 不過我們先說一下加拿大的情況 結果 加拿大的情況 就是 他 因為其實今年呢 就會說 5G制定5G牌就出來的了 那麼 我相信 雙場如戰場 那麼 所以就會對 所謂 華為 華為是一個最強的競爭對手 所以在輿論上就會突然間有很多東西去打 因為是一盆大生命 那麼 現在呢 加拿大本身就 有 這個 右派的報紙 以及一些所謂 國家安全機構 是 正確一點來說是前國家安全機構的總監 叫做 Andrew Elyse 就不停的 就在報紙上說不應該用華為 華為有風險 怎麼怎麼這麼說 不過 然後 那份報紙就揭發 就說呢 加拿大其中間三大點 CG1 4 就在 屋泰華 那裏 就是首都屋泰華 其實就 採用了 大部分都是華為 的設備 是來做4G 記住 不是5G 是4G 就有七十幾處地方 就是用的4G發射站是用華為的 這樣說 那 於是 於是就 於是就立即 又利用報紙炒熱 其實啊 研科這樣做不對啊 將加拿大的擺在那裏 但是 甚至在那裏傳 政府 找個研科來講 聊天啊 TELUS那裏就說 這個是涉及這個國家安全問題 我們不會 這樣說 但是就是4G 華為在加拿大搞4G搞了很久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 而如果由4G上到5G發射站 你是要 是社長 打?沒事啊 我打了 我沒有說話 我沒有說話 繼續 加上繼續 是 想在那裏 建基於4G那裏上來 證明其實還可能會有一條生路 看看就是壓迫的情況有多高 但是如果 現在 美國 他是不停的 想 將華為 踢出去 這個世界5G市場 但是到最後他現在都說 我可以讓你華為 參與 我們的 國際通用標準格 就是 那個系統 應該怎樣做 讓你參與 其實 半言之 他們是不是知道了自己是失敗 就是基本上 我要排除你出去 不過全部都是 用橫手 但是如果光明正大的話 他知道他怎樣都要放你這條生路 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是 其實 大家知道其實我們網絡 都是比較差的 所以我們經常錄下節目 中國有斷線 紮紮聲 各位不要 見怪 因為我們就是 旺路技術都是比較 流了一點 收得比較貴 現在你剛才說 不是 但並不是5G是4G 證明了 就算到4G這個層面 應該只可 不可以說應該 中國技術都是比較好用 以及性價比比較高 所以你沒有辦法 只可以繼續用 你說到5G 其實 很無奈地 大家都知道 中國 是 走在 之前 我不敢說 之前是走在前面 現在 經過一番 打壓 或者輪番 被人所說的 棄勇 被棄勇 其實就是 大統領被迫 其他國家 近的被棄勇 之後 你說 打壓或者壓制中國 其實我們自己都自選 是吧 從價錢 和技術來講 華為的確是有他優勢的 之前現在我不知道 因為用了那麼多手段去搞之後 會不會是 優勢那麼大呢 其實我覺得有一樣東西 西人可能就是用一招 就是 壓制一下你先 用時間換取空間 這樣說 壓制不了的 嚴格來說 因為華為其實除了 在 這個5G是有領先之外 這個技術領先之外 其實還有一件事 大家可能很少留意 就是華為現在做了太陽能 的技術 因為那些機站有很多時候 駁不上電的就要做太陽能 那麼華為呢 就把太陽能 那個電 變成可以安全地給機站的那些器材用的 那塊東西 那塊電源 華為做了 這麼厲害 這塊東西是領先的 因為可以厲害到是怎樣呢 就是負25度 到熱到60度 都可以做到的 嘩 那它真的很厲害 就是大家 厲害的 這件事 所以 那些inverter 就很厲害的 就是 又可以 充落 因為其實inverter 就是太陽能充電 那些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那個技術要求呢 如果你隨便粗粗地用到 就不高的 但是呢 如果可以做到那個 那些技術 做到90 就是歐洲的 的說法 歐洲的說法 就是 96以上就很厲害了 那華為這個東西呢 是可以去到98% 是很厲害的 就是很多東西 其實華為都是 就是我自己覺得是厲害了很多 其實它在這個領域是世界 世界翹楚啦 之一啦 我不會說它是 它是 第一啦 根本是沒有辦法排除的了 沒有辦法排除的 你排除不了 它打字環雖自身硬的 要點就是 你自己真的要有過硬的技術 哈哈哈 那華為有些東西是過硬的 就是你沒有得說的 你不用是你的損失 最嚴重的就是這樣 也是我們的損失 我們西方做到 這樣的樣子 就是做到這樣的水平 你是不是應該繼續支持它 那絕對應該繼續支持 就是我們 就算連不方便 就是Google的用不了 都照買它那些 手機呀 各方面的東西的啦 是不是 所以 都是要 就是這些東西都是 該支持的就要支持 但是 就是譬如它的風險管理 可能有一些漏洞呀 就是 給美國佬有位進去呀 這些是它自己要管理的東西來的 我們幫它 就是這樣說 而且國家也都未必能幫得到 因為有時候 這些東西就是怎樣呢 人家美國佬 它是有一些規矩 你不小心踩掉它的法律陷阱 那是要慢慢解決的 就是你不可以 很躁動的就說 哎呀我們 這些是誰大誰惡誰正確 這樣 你說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你這樣說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美國大家都知道是白的 那它定了一些規矩 那你 要不就是自己夠力 去挑戰他們自己的規矩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是夠力 跟美國玩這些東西的 暫時是沒有的 那你 你現在有些人 當然是覺得說 不是 我們中國很強 可以挑戰美國這些規矩的 那你一挑就 你一挑就自己糟糕了 就是其實 現實情況就是 美國人 就是他們弄了這一套 就是美元為主導的貿易體系 還有它主導的國際秩序 就是以聯合國為主導 但是當然美國人現在不是很聽 聯合國的 很多東西都 或者聯合國也都不是很聽 美國人的 很多東西都 做不到 SWIFT CODE 其實有些網友不知道 尤其是在 內地網友如果是 不是做一些 叫做外貿的 其實不知道我們說什麼 其實這套就是一個 transaction system來的 那如果你家中是有 弟弟的流學 那你就一定會知道了 因為你 轉一大塊錢的時候 你每一次去中 中行田的就一定有這個馬 你才轉到夠錢出去的 那麼剛才 其實 Raymond Wong的意思 就是我 因為有些人會撿住你 你是不是說不行 不是不行 有些東西你暗暗做 或者靜靜做 我們經常說 靜靜發財 靜靜地發財 就是等他 等有日 一次過 這樣反擊 是好一點 但是你如果 有時候打鑼打鼓的事情 永遠都是 難一點 成功 還有一般來說 我們中國人都是 靜靜發財 還有 那句名字是不是叫做 悶悶地 悶聲 悶聲發財 是的 剛才說Swift 中文叫做環購銀行 金融電信協會 這套東西是美國人主導 但是其實他的總部是在比利時 但是美國人他說 你不准用 你就不准用 就是伊朗那些銀行 就有很多人不准用 是的 所以別人問 為什麼伊朗 好像是用人民幣結算 沒有記錯的話 不是全部都是 其實它有歐羅 它有歐羅結算的 但是 就是那些 就是你牽涉到 伊朗貿易的人 就很敏感的 很敏感的 但是我們這裡也有人做伊朗貿易的 但是他們一定是有律師團隊 第一 第二就是一定不會踏足美國 一定不會在美國開分公司 這些一定不會做的 其實我發現了國內媒體都比較少說 因為可能牽涉的層面不是很大 但是我覺得其實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 transaction system 如果沒有了這個system 那基本上 那當然中國的內需是大的 還有人口很多 市場是大的 但是如果可以做的話 為什麼不做呢 我意思是說 如果可以對外做到生意的話 其實為什麼不做呢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據你力爭 你可以這樣說 你真B.C.那樣 人家呀 我們夠大就行了 是的都是夠大 但是多一手的收入來源就多一手 那其實你講得很diplomatic 用外交詞來講 我就很直接講 其實內地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太多人認為自己已經很厲害 要全世界跪低 要回到萬國內潮的時代 我們中國已經很好了 萬國內潮 你不理內潮 我們就打到你內潮為一 有些人是這種態度的 這種極左思想 不是左 這些根本就是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想 根本跟左是無關的 左是不講這些東西的 左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是的 其實左的話其實是 在世界帶同的 老實說 是啊 所以現在有一幫人就不一樣的 有一幫人就說 我是不喜歡跟美國規矩 美國規矩我們要 就是你挑戰美國規矩不是不行的 我經常說可以做的 但是你一定要暗暗地做的 你說不行的 我們體量那麼大暗地做不了的啦 那麼一定要擺明 居馬做的啦 呃 其實這樣說啦 就是 講這些東西的人呢 我覺得很天真啦 你說體量那麼大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是暗暗地做的 到現在都是 其實如果大家看一下華為 現在美國人對華為這樣 到最後他都仍然說 你又不入這個標準 其實美國人就是想說 喂 這套標準不要你華為定 由我定來 我知道我不夠你跑得快 不過 用其他方法壓制你 是咯 就是 用八婆的方法而已嘛 跟你講假 我媽媽的年代的人跟人講假 一去到 店舖 就說 你的東西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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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樣都上等的東西 說什麼牛扒那麼煤 算便宜一點啦 菜那麼煤 算便宜一點 同一種手法來的而已嘛 因為美國人是喜歡這樣搞的 他們的商業手段是這樣的 嗯 就是將你 明明好東西上等貨 說到你不好啊 那些 聽起來是很不過癮的 但是無奈他們 他們現在是這樣做的 就是你跟 美國佬當然是 就是做生意當然不是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跨國企業做的 永遠都是 就是要打到你 灰色地帶啦 或者是打到你賊 就是它其實一定是用一些手段去打到你殘疾 譬如之前我們都說過紅貓洗衣粉 就是各方面 就是本來那些民族企業 為什麼會 損失得那麼慘重啊 就是 譬如北京汽水 北冰洋 那些 就是其實那個銷售渠道 一被 白士拿了之後 就一腳伸開你了 其實 如果不是北京人念舊 北冰洋汽水應該都沒有了 就是我 就是 是啊 你還要喝過 我是經常喝的 我在這裡都買來喝 咦 有嗎 你們 澳洲就很少見 那我想說一下這裡 就是 人家當然不會 就是主動對你好 這個沒有可能的 你沒有可能要求人家主動對你好 就是這樣東西 不要癡心妄想 就是你外資對中國好 我告訴你沒可能 你一定要自身強大 但是自身是否真正強大呢 有些人現在狂吹就說 哎呀我們這個很強大 我們可以和他 奮力一戰 應該直接對抗 直接對抗 但是 很坦白告訴大家 有些人說 哎呀你這個仆街又在掌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你試一下去看看現在那個軟實力的問題 軟實力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用一些輿論 去令到別人做一些你上去做的事情 是的 中國軟實力我不怕和大家說是零 如果嚴格來說其實應該是負數 只要有中國 我不敢說 我不敢說零第一你是哪一區 但是 基本上在 西方 就是 就是這個developed country 發展國家是比較低的 不是你等我先說完 你等我先說完 其實在國內 那一套走得同 就是現在這套國內是完全有力量 在國內是有力量 但是走出國門少少 就算不走出國門 在香港 那套東西都是 那個力量是負數的 國家做什麼 自然就有人 老保 就說你做這件事是很負面的 你說要做嘛 或者那些 就是某些人出來說 哎呀國家做這件事好啊 一定要做啊 自然就有人做相反的事情 譬如舉個例子 副國級領導人 出來拆匯風 杯葛匯風叫你 其實杯葛匯風 第一要記起一件事 杯葛匯風最早叫人做的就是星火同盟那些人 叫人做 你杯葛匯風了 燒個獅子 好了 那時候 沒有效的 你叫人杯葛匯風 還多了人去開戶口 算了工整嘛 你做的事 好了 然後現在副國級領導人出來說 哎呀 杯葛匯風 現在不是更多人去開戶口 叫匯風去幫他開離岸戶口 你去問一下匯風那些經理 分項經理幫了近排 幫了多少人開離岸戶口 尤其是20萬一個那些 你去問一下 嗯 但是 怎麼說呢 國內就有批工資 是這樣 就是那些 人是跟 就是跟誰跟 領導人 又好像是股仗 激獎那樣 就是又說到 好像很厲害 現在是壓榨我們 百幾兩百年 其實商業角度來講 壓榨 可能都有 但是 如果這樣說出來 是不是 等於跟西方日激在獎 嘩 都說他們是這樣的 連一家普通人 他們是來報仇的 就是現在 是啊 沒錯 沒錯 所以 有時候看到這些新聞 我都覺得 唉 原來你們中國人是有仇必記的 不是大家好的 你說說命運共同體而已 原來你們是有仇必記的 要搞死西方的 喂 你變成是 就是跟中國 最高領導人 習近平先生 說的話是完全相反的 現在說人類命運共同體 你起碼被人看得到的感覺 要和愛 可真一些 是不是 不是起砍了 是 是 大家 是 大家看一下 任正非說話到現在 仍然 都是很溫和 雖然他 他說了一句 殺出血路 沒有被別人 啊 這個 明屈的了 這個不用說了 屈到他媽媽都不認得 但是事實上 他說話是很溫和 好成的 其實整個中國的主族 都是走 至少對外外交要走溫和路線 大家看一下 冒實 冒實最重要是 冒實 是冒實溫和 大家看一下 即使是 昨天那麼大件事 印度那麼大件事 到最後大家要坐下談 這樣說 當然啦 印度牧迪 他就不是這樣說啦 印度牧迪說 一定要還一個公道 但是不要忘記 這種 印度政客到最後都是 坐下談啦 不過我都要 對對來講得什麼的 王毅都是說的 但是到最後都是 補回那句 大家坐下談 有什麼 一個文明人就是坐下在那裡談 有些事撕破了臉呢 就是 是自己虧張的 哈哈 我覺得啦 就是好像現在這樣 是 是 就是 大家看一下好像華為那樣 加拿大到 加拿大做的方法就是 美國不停地施壓 但是他仍然在 他仍然說 做與不做 我們慢慢來 慢慢談 這樣做嘛 就是民間 民間要做的就不要在那裡添火 因為添火 通常這種情況添火是什麼 是什麼情況 以現在的情況是 添火的是 反對黨 就是想跟執政黨做完全相反的東西 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拿到分 其實現在呢 就是講到很激烈的那些人呢 很多時候都是失了勢的 我告訴大家 尤其是那些工資帶節奏的那些人 根本就是有些失了勢的人在那裡搞的 他將社會輿論帶到兩個極端 一個極端就是共產黨很不動 制度都爛了 要換那個制度 這個是其中一個極端 另外一個極端就是極端 假裝是極端愛國 現在當權者這樣做是不行的 一定要強硬下去 一定要 怎麼說 吃了偉哥的一定要硬過這樣的才行 要硬度夠強 現在硬度不夠弱 是軟彈的 現在那些工資你看看很多都是這樣 嗯 但是那個實際情況就是 你一定要 如果拿著裝的人 一定是中庸之道 一定要是 就是怎麼說呢 是保持穩定的嘛 你怎麼保持穩定 你不是溫溫和和的 怎麼保持穩定的 你去到極端的 怎麼保持穩定的 是 你不要讓那些傻子 在那裡胡亂講的那些人 就誤導到 誒不要緊的 中國用強硬的手段 可以穩定的社會 就是這樣說 不是 就是要個社會穩定 不是純粹是靠強 是有理有折 就是強硬 應該說法律的延明 延明執法 是吧 其他的就是 民生做好 其實 兩手去做永遠都是 perfect一點點的 不過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拜拜